你看,平均房市从按历史的这个文件记录,房子是越久越之前 从这个年限是从1990年到2007年到08年,整整30年 30年多伦多的房子平均涨价,还不是说individual,有一些好的房子涨价更高 就是说overgy,平均涨了快四倍多,从七万五千涨到三十七万五千 这是真实类,这是历史记录,谁都不可以说否认 但是他记底怎么涨,大家看到,跟爬楼梯一样 一上一上一上,一下一下一下,一上一上一上再这样上 但他这个说,最终说到说终点永远回不到起点 房子的终点,你买,今天买,如果你长期hold在那里居住又用 将来一定不会在那个价前,一定是高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生活是往前进步的 价值东西,物价上涨,什么东西涨,房价一定要上涨 所以这个房子是经济的称托,balance,帮他平衡 那从这个角度看,那这个律师怎么能赚到这么高的钱来 他的运气最好,他在95年的时候开始看 这房子已经市价已经跌到底,96年就开始回升了 这个是谁都不知道的,大家都没预测到 有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了一下,但是谁都看不到这个结果 直到了最后才知道,他买完之后,搬进去之后就一路见涨 涨到2008年,今年才开始下跌一些 但他的房子还是没跌下来 因为他买的是底价,对不对 就是账上去的虚伪下来,他还下到这里来,他还回不到底价 如果能下到这里来,你看看已经跌了大概一两倍,不可能 因为加拿大的银行规定,就是他的Policy是 25%荡费是Security 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账幅,通常在短期内不会涨高过25% 也不会跌高,跌多过25% 但是现在又跌到20% 那就是说银行的那种标准,人家用那个经济计算来算 所以在加拿大的东西,房地产慢慢慢慢涨,慢慢慢慢跌 但是有一个moment,他突然间涨的会快一些 这个是看谁会把握这个时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房子永远是争执的 这是看时间,你今天买明天卖,当然没有赚到钱了,对吧 可能赔钱都不一定,因为我们经济要赚,经济费 律师要赚,政府要赚,所以最后你还是赔钱 就是账了一万,你也付出两万,所以这个不叫赚钱 房地产是买来居住,使用,再加上它的潜力,增值,投资 这样做比较合理 那接下来再给你看说是这个是时间的这个 下篇是说天时,天时类这个东西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周期,宏观上讲谁都知道 我们也解释不清楚,就说大家都懂得时间嘛 所以买的最好的时间就是最发达那个人,就是bonus 但是从我们所讲这个点,这个故事里边呢 就是给它缩小,用一天24小时来算 那天时,我们不用12年或者7年来算 我们用24小时来算 通常我的算法就是说,按照这个游戏规则 当然说是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去买,但谁能掌握最好这个moment 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缩小我们这个话题 用这个24小时来算 比方讲24小时,这里是夜晚,这里是中午 最旺的12点,这里是晚上12点 如果说,对一个投资者来讲 当然买在这个时间是最发达的,对不对? 闭着眼睛在赚钱,但是如果对一个居住 像今天的市场的人都进来都是first home buyer first home buyer,你在租房子也要付1000多块,2000多块吧 对不对?但是你买下来自己住 这个时候时间对你不是特别重要 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买也好 他又赚回来了,因为你生活在里边嘛 你每一天有个必备的开支嘛 如果你是投资者买下来,你就倒霉了 因为你等着这个钱赚钱嘛 那就下来了 但是如果说是像现在的这个买家多数都是居住的 居住的人买下来就是每一天的开支 待会我给你分析一下 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的开支加在一起 几年下来,你这个开支大过你投资 就是买来居住的这个许施 居住的人呢,没关系 你买在这里 最多住到天亮了 早上了又赚又上回来了 他是一轮一轮账的 所以对你居住来讲还没特大影响 但是如果投资,我就要给你另外分析方法了 投资是不着急,你有房子住 你只是为了当钱滚钱的时候你要快了 但你居住的人不需要钱滚钱 账了给你也没关系,跌了也没关系 当然账了卖掉赚大钱 跌了就不卖,还继续生活 因为你每一天要睡觉 所以你的开支还是生存开支还有 所以这个时间上来讲 不是说不重要 当然买到最便宜的时候是bonus 是最好 但是买贵的也没关系 那就说时间上 任何房地产,买卖,投资 都有以下几点 必备了,你才有 才是属于正正负户 你才可以去选择是正确还是错误 有这个需要,这是一定要 有争执的空间,就是有潜力 还有这个你有能力生存下去 就像现在,好多人看到房子挺便宜 利息也很便宜 没钱,买了没有住一年 mortgage没了,工作没了 那就死掉了,那又让别人拿走了 银行拍卖了 但是你一定要能生存下去 下面一个就是必备的生存开支 生存开支这很简单 你来到这个国家 就是在你家每一天 你睁开眼睛喝水吸空气 坐车走路都要生存 都要开支,对不对 所以这个开支是一定的 那贝利泰来讲呢 现在就是前三点他都有 必备的开支他也有 等于是四点都有 所以他对他来讲 现在他买这个房子的时间是正确的 那当然他买的 买的再便宜一点当然最好 如果不是的话他也OK 为什么OK了? 他是三月份买 现在那个楼里已经卖完了 出来四十间的两个多月 全部卖完 用什么?全新 价值是 基本上是等于是 建筑商2007年的售价 跟现在的价钱是接近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次风暴以来 价钱下来了 大家买的时候跟2007年的价位接近 所以他的心又不用去 take任何risk 买下来搬进去就住 享受这种没人住过的新房子 所以价位那边的房子全部卖完 今天又带客人去看 只有一间剩下来 四十多间房子拿出来全部卖完 所以他的时间买的就刚刚好 现在价钱又拖在那里了 所以从这个空间上来讲 时间也很重要 他当时的决定